挑战最牛批的跑酷 奇葩本思年年有 今年跑酷特别多 众所周知 糯米茨是一个跑酷菜鸟 今天来挑战这个超级牛批的跑酷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第一个菜鸟还需要证明自己 首先咱们先传送至公寓 然后向右翼子飞 右边四朝这边对不 听说穿的这个芭蕾服跑酷 会有原子属性的加成 待会怎么猫看出来 哪里原子提升的呢 你又是听哪个家伙 我说八道了 我自己啊 给他俩过 让他以后站着机枪 咱们先不说别的 你们摸着良心说说 我的跑酷技术 是不是提升了很多 我不得不在这里 替粉丝们说出心灵话 这个跑酷咱们都可以过好吧 你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前方有陷阱 好家伙 这哪有陷阱 好家伙 我已经知道了 我面前的那块就是陷阱 咱们只需要快速的跳到 左前方的那块板子上 完了 把你跳了 我心态崩了 直接就跳过这一关 从前面开始吧 哈哈还简单 脑子知道了 但手没有学会啊 所以说你还是在啊 嗯 你说这个话我就不可以忍了 这个跑酷还是有难度的好吧 那跟昨天那个完全不能比啊 这不是一个打体跑酷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问题 先传送自公园 看样子又是像昨天那种的跑酷了 是啊 那就是说现在急死我说 我思误了 倒立洗头 你们也不会信了吧 我们还是可以 假装配合配合你的 不需要 哈哈 咦 这是干嘛 这是什么 出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这一关有点简单啊 从这里跳下去后 请传送至向日葵族 接下来终于是打体跑酷了 快来看看 你是不是音效的老玩家吧 问 音效可以进入校长办公室吗 嗯 当然可以 拿个铺团卡个bug就能进去了 下一题 音效一共有多少个武器 这随便忙选一个吧 没有八个那么多 那就选六个 我相信我的选择 哎呀 哈哈 明白了 选八个 下一题下一题 音效里最富有的人是谁 蓝毛还是粉大头 嗯 这个游戏里面有粉大头 我就说没有粉大头吧 那就选蓝毛 不是吧 这个作者好有叫花哦 看来要选粉大头 然后一口气跳过去 呃 尤其 音话校园里哪个武器最多 黑帮 三只一般在和牛餐厅里喝什么 白开水 哈哈 这些都难不当我 一个音效的老玩家 接下来请前往教堂领取奖励 哇塞 这有好大一杯奶茶呀 还有这么大一块钱 赚烦了赚烦了